大家好,我是毛毛 今天我们来做纯贴来的枣泥 怎么把枣泥都提取出来而不浪费 怎么煮纯方便 平时用来喝枣泥茶,枣泥酸奶等等一些小技巧 做枣泥煮红枣是第一步 最好采用新疆和铁玉枣这种个头比较大的枣 枣泥含量会比较高,皮会比较薄 洗干净之后加入红枣重量三倍的水 用手摁下去大概也就没过手指一点点的水量就可以了 煮沸之后我们改成中小火炖煮40分钟左右 煮好的红枣颜色变深 但是它看着表面是有点皱住的 所以这时候不要去搅打也不要用手去脱皮 你会发现会很难脱皮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红枣放在这个水里面不要去动它 盖上盖子在室温中放置几个小时 精致的过程中煮好的红枣会持续吸收里面的水分 而变得饱满 刚才的枣泥汤也少了一大半 我们用筷子把它们翻个个儿 如果你做的量比较多的话 就用两个手抱着锅跌几下 反正把红枣翻个身就可以了 让刚才朝上的地方同样泡在水当中 让上面也吸取一下水分 这样整个红枣就会变得饱满起来 只有饱满的红枣我们后面脱皮才比较简单 红枣都翻个儿以后 我们继续盖上盖子蒙制一两个小时 所以煮红枣的时候水分不用加的很多 浸泡过后的红枣它的个头会变得比较饱满 最后的汤汁也会变得很少 吸煮了水分的红枣 它的枣皮会跟枣泥自动的脱落 在枣泥皮上是完全不在任何枣泥的 所以用这种方法制作的枣泥的话 损耗量是最少的 这样一个一个剥可能你觉得时间会很长 其实完全不长的 因为它真的是太容易剥了 这样一会就剥好了 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红枣 取皮之后能来能保持它一个个完整的外形 我们这时候看一下最后在锅里 剩的枣泥水是特别少的 然后我们用双手 两个大拇指这样一推 就把枣糊给去出来了 所以说按照这种方法 枣泥的损耗几乎是为零的 当然很多人也会买那种去核的红枣 直接加水煮好之后 用破壁机来打成枣泥 但我觉得这种做法 做出来的枣泥更加的细腻顺滑 损耗又小 这样我们的去皮去核这一步就完成了 这时候的枣泥你发现 其实它已经是有一定的稠度了 但是我们如果拿来做枣泥蛋糕 或者是枣泥月饼这些甜点的话 我们需要让它在破壁机里面再搅打一下 把刚才剥好的枣泥放在破壁机中 搅打一下把它变得细腻顺滑 因为枣泥本身就比较甜了 所以这时就不要加任何的糖蜂蜜这些了 打好的枣泥就跟巧克力酱一样 特别的细腻顺滑 枣泥的养生健康功效能能皆知 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做出来的枣泥是零贴加的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平时多做一些 尤其是女孩子的话 那多做一些该怎么保存呢 我分享一下我的保存方法 找一个平时用来冻成冰块的小模具 把枣泥挤在里面 放在树洞当中把它冻印 冻好之后就成了枣泥冰块 把它取下来放在罐子里面 放在树洞当中 水取水用 每一块大概是一个大勺的量 基本上也就是一到两个红枣的量而已 想喝枣泥茶的时候 取上一块枣泥冰块 放上热水 搅拌几下 枣泥冰块可以立马让枣泥茶降温 所以也无需任何等待 就可以喝上一杯非常乐气腾腾的红枣茶了 我住的地方都没有红枣酸奶卖 所以我拿这个办法来做的枣泥酸奶 又贴来又健康 取一到两个枣泥冰块 稍稍解冻之后 按压几下就立马恢复成枣泥的状态 加入两三勺的无糖酸奶 枣泥自带贴来铁味 让无糖酸奶吃起来更加好吃 搅拌几下 让酸奶有了红枣的颜色 是不是特别的健康 我一般喜欢在酸奶里面放上一些麦片 再加上几个脆枣 搅拌一下 放置片刻 让麦片稍稍变软之后再吃 这一小碗 枣泥酸奶是不是一点不比外面卖的差呢 关键是里面临贴加 又养生又健康 那我是毛毛 下一期我们会用这次做的枣泥 来做老北京红枣蛋糕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记得有任何问题在视频底下留言哦